各位大家好 今天想大家講講熱血公民解散 以及內地講的是共富而不是均富 不要中了反華人士的話語圈套 熱血公民主席鄭松泰上月被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之後 9月3日宣布 立即起解散熱血公民這個政治團體 他說目前已經沒有政治進路 另外 政黨僅餘的兩個區議員 黃紹健和黃明思 亦在同日辭去區議員的職務 熱血公民主席鄭松泰 在Facebook發表解散聲明說 熱血公民自2012年成立以來 在這九年裏 有幸得到眾多支持者擁護 一同經歷多過寒冬 感謝支持者愛戴 他說 縱然得到眾多同路人的支持 本黨面對目前已無政治進路的現實 在此鄭松宣布 又即日起解散 想講講 熱血公民 和鄭松泰的故事 先講鄭松泰 鄭松泰出生基層 父母在屋邨裡的小相反 中國畢業後 考入了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系 畢業後 曾經做過民主黨灣仔區議員 李繼雄的議員助理 之後在2005年去了北京大學 修讀社會學系碩士和博士 5年後 在2010年 在北大取得 社會學哲學博士的學位 你沒聽錯 他的確在北京讀書 還在北大取得哲學位 他的博士導師是謝立宗 論文的題目是 流動與聯繫 關於 80後農民工使用手機的經驗研究 鄭松泰 畢業後 就回香港發展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時間線 鄭松泰在2010年畢業 回香港 那個時候 就是香港激進政治 開始逐步踏入高潮的時代 相信他是看到機會 所以回香港 早在2004年的立法會選舉 長毛梁國雄 就當選新界東的直選議員 4年後 他連選連任 同一年 黃毓敏也當選九龍西的直選議員 兩個激進派 先後加入立法會 聲勢大振 在立法會內 不停搞事 去到2010年 他們就跟公民黨聯合發動 五區總辭 號稱爭取普選 所謂五區總辭 變相公投等等 這些政治運動 很有台灣味 結果梁國雄和黃毓敏 在補選後入立法會 鄭松泰 就在這個時候回來香港 他才加入理工大學 應用社會科學系 做專任導師 教的是香港社會 香港政治經濟學 現代中國文化 社會學道論等科目 4年後 到2014年 即是佔中那一年 鄭松泰國開始越來越活躍 政治上也相當激進 那年10月 即是佔中的時候 他寫了一篇文章 題為 你們的子女在替你們埋單 文章則質問家長 知不知道自己子女 為何要在街上示威 面對 是他講的不是我講 他的用語是 喪心病狂的黑警 無恥瘋狂的專權 仍要堅守街頭呢 鄭松泰就問家長 你是否在考慮餘生呢 但你子女正在考慮未來 考慮香港的生活 子女想的是生活 而不是你想住 怎樣只是為了生存 子女只是想要一個人 有尊嚴的活著 而不是一頭豬 以上是鄭松泰的文章 如今看 當日他說家長不出來示威 就是一頭豬 這個說法 真是相當諷刺 當日鄭松泰 很明顯沒有想到 如今香港 這個未來 如果他想像得到 就不會去搞事 不會在立法會倒插國旗 令自己在2018年被李大炒魷 令自己最後 在今年被政府DQ 變成一無所有 兩份工都失業 最後還擔心 自己在2019年7月1日闖入立法會 會不會被政府起訴 至於熱血公民這個組織 在2012年2月29日 由黃陽達成立 為他競選 當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做準備 結果 他的選舉並沒有成功 到2016年的時候 立法會再選舉 熱血公民就派人在各區參選 最後只有鄭松泰 取得新界西的直選議席 結果 最後就由鄭松泰接任 做熱血公民主席 邁向政黨化 看熱血公民的發展歷程 他只是一個公利式的政團 看著當時興本土 興激進 興打打殺殺 興什麼他就做什麼 最後 希望搶佔立法會的席位 不過到2019年反修例的時候 他們似乎都看到世息不對 沒有搞得很激進 但是 是福不是禍 是禍 躲不過 在香港 要和阿爺全面對抗 最後就落得散黨的下場 另外也想說說內地的共同富裕思想 並不是說軍富 說改革 也不是說革命 內地推進共同富裕政策 不過有些激進解讀就走偏了 跟西方的反華觀點走在一起 為了中國會夾資本家的命 這些說法 偏離事實太遠了 近日內地的自媒體人 李光滿冰點時評的微信公眾號 發佈了一篇文章 提為 每個人都能夠感受到 一場深刻的變革正在進行 在文章中 他說 中國官方在娛樂圈 資本市場的一系列整治活動 是一場深刻變革 或者深刻的革命 他有提到 這次變革將敵蕩一切塵埃 資本市場 不再成為資本家一夜報復的天堂 文化市場 不再成為糧炮明星的天堂 新聞輿論 不再成為崇拜西方文化的陣地 紅色回歸 英雄回歸 血性回歸 雲雲 這些評論 令人覺得中國有搞第二次文革的感覺 亦可說 是典型的矯枉過正評論 這些言論走得太偏 《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也忍不住 發文駁斥 我雖然中國正在發生深刻的革命 是誤判 是誤導 背離了國家的大政方針 胡錫進強調 中國改革開放路線不會變 兩個毫不動搖不會變 這順帶解釋兩個毫不動搖 即是指 一 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 及 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 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即是說公有制 和不公有制的經濟 要共同一起發展 胡錫進說 十八大以來的重要方針政策 一定會堅持 凡是對國家的監管措施作出極端解讀 大家都不要相信 據我了解 胡錫進的評論 反映了阿爺的真實想法 李光滿說的 只是非官方的偏激評論 我們又可以 一層一層的了解 阿爺的共同富裔政策 第一 繼續要將做大蛋糕 和分好蛋糕兩件事做好 怎麼理解共同富裔這個概念 中央裁辦副主任 韓文秀早前作出解讀 說中國已經全面 建成小康社會 在這個基礎上要繼續做大蛋糕 和分好蛋糕 大力推動高品質發展 普遍提高承鄉居民收入水準 逐步縮小分配差距 堅決防止兩極分化 韓文秀認為 是鼓勵勞動致富 不是搞殺富濟貧 這仍然是存在一定差距的共同富裕 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同等富裕 那中國靠什麼來實現共同富裕呢 韓文秀就認為 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奮鬥 這是根本的途徑 聽完他這樣說我的簡單結論 共同富裕的前提 仍然有全民努力去做大蛋糕 不是搞平均主義只是去分蛋糕 亦不是搞批鬥支援家 這與反華人士的期望有很大的不同 第二層的分析 就是在發展過程中出現過火的現象需要修正 內地提出一系列的整頓行動 是對發展歪風的修正 制止互聯網巨企的壟斷 恰恰是完善市場運作的舉措 制止貨後反濫的補習 是防止基層人士 沒有錢是支付子女昂貴的補習費用 造成跨代貧窮 制止娛樂粉絲圈亂搞 限制青年人上網的時間 亦為了培育好下一代人 成為有用之人 就舉當中的壟斷問題為例 美國早在1890年 已經有反壟斷法 叫做反托勒斯法 到了1982年 美國逼令超級壟斷的電信業巨企 被貝爾系統公司 一拆為7 成為7間貝爾區域公司 當時的美國主義運作得很良好 但如今的互聯網巨頭 在美國大幅壟斷 但美國政府猶發不容 在我背後 亦有很多壟斷巨企 發動了遊說公司和遊說政府所致 美國的制度開始失效 反而中國 就能狠下決心 花大力氣 去解決巨企壟斷的難題 第三層解讀 改革的主調未變 中國不是要反對計劃經濟的老奴 亦不是要騙殺市場經濟的發展 正好相反 中國仍然努力推行改革開放 擴大市場競爭 以金融業為例 近年期貨公司、基金公司、證券公司 財富管理公司等各行各業的 外資持股比例 正逐漸鬆綁 外資蜂擁入場 所以以為中國會殺貧制富 會血洗資本 這一定是誤讀 中國推動共同富裕 不是一場政治運動 是深化改革的一部分 令中國的發展 可以有更多人共同分享 共富和均富 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概念 一旦 整個發展 為中國推動共同金融